也許很多人有點不習慣 但是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全心全力的去有一個新的嘗試 然後並且我們也全力以赴做到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 有欸 因為其實說真的現在當藝人 大概可以見到面的可能都是同期的歌手藝人比較多 那但是以前小時候的偶像就比較難有機會可以見到 然後今天他又願意來幫我站台記者會 我真的很感謝他 那剛剛有說就是可以找他拍MV 會不會打算真的就是下一首歌就找他一起拍 一定的啊 而且剛剛小琪哥他就有說免費拍 所以我就覺得一定要找他 哈哈哈哈 那他打算演什麼愛情嗎 在MV裡面 他演愛情嗎 但是因為我覺得小琪哥在我心目中就是 有一種這個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 我覺得如果他不嫌棄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發展一個這個小小的戀曲 在MV裡面 所以是除了幫他導致外也想當藝人 會想啊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小琪哥現在也是走這個 很多很多元化發展 然後每一樣都做得很很精準 然後我覺得如果他可以當導演 然後又可以來演男主角的話 就覺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說真的 你要成為一個專業唱跳歌手 其實要做很多的準備 那不是說我們可能一個禮拜啊 你就可以 所以真的邊唱邊跳都很厲害 那我們這一次是真的是為了這支MV 希望呈現一個不同的感覺 然後所以我們去學了現代舞 可是因為這個現代舞呢 如果要加上唱歌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唱不出來 你可能就沒辦法表現那個力道 就會跟一般的大家可能看到 唱跳歌手他們在唱歌 然後那個舞蹈動作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也許可以在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試過在自己的演唱會上面 有做邊唱邊跳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在演唱會上面 就是稍微看到我展露一下這方面的這個部分 今天好像還展露了不一樣的地方對不對 今天的衣服很性感 是 對 有受突破嗎 有 因為其實這次專輯的造型 就比較跟以前的造型不太一樣 然後特地到這個東京去採買衣服 然後因為我們可能露的部位也不能說太多 因為大概知道自己身材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們能露的大概就是胸部以上這邊 然後手臂 因為最近就是有稍微瘦一點點 然後就覺得 那應該也是可以露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就露出一些大家看的比較不會倒胃口的地方 哈哈哈 感覺對自己的身材他們有什麼細節呢 因為我本來就 我覺得大家可能首先對於身材好的定義是 可能是胸大腰細 然後屁股翹翹這樣子 那但是我這三樣 欸 我都沒有 所以我當然就覺得說 喔 那我們就不要走這個 這個露這邊部位的樣子 對 要關介紹這次專輯 感覺有為了就是有小巧的改變 對 這次專輯其實說真的 曲風非常的多元化 然後雖然我主打的歌是有一點這個拉丁佛華民歌的感覺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歌曲是 也是大家有聽過比較熟悉郭靖的一些抒情慢歌 然後也有一些中國風的歌曲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張專輯是一個蠻耐聽的專輯 因為我自己雖然有些歌曲是很早期的時候 可能錄掉錄完 然後但是我在這 就在發行前幾天 我再重新聽了一次這樣整張專輯 我就覺得有些歌曲因為編曲整個都是翻新 我就覺得很棒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循環這樣專輯 專輯名稱叫驗譽 然後好像聽說前陣子有去韓國玩 那在那邊有遇到什麼樣的驗譽 那邊的驗譽啊 因為其實我們的那個氣場很強 我們是四個女生去手耳玩 然後就是女孩子的氣場很強 然後因為就有戴墨鏡的 然後我戴帽子啊 然後所以可能煩人 不是煩人 走在路上的人可能會不太敢接近我們 但是會有一些這個店員啊 或是也是到手耳玩的台灣人啊 就是會有認出來這樣子 但是MV也找李國藝來演 對他的感覺 李國藝我也是很謝謝他前來幫忙 然後而且我知道他就是好像腰受傷 所以我們就本來可能要與他共舞一段 但是就是想說啊他人來幫我拍MV就好 就不要再讓他受傷 然後我覺得他也是有把那個吉榮愛人 當他在看著我跳舞的時候的聲情 我覺得因為他你知道看著我很專注眼神 所以導致於我拍MV的時候 有時候都不太敢看著他跳 會覺得有一點點就是 對會冒汗這樣子 就是會害怕 所以我就選擇就是我跳我的 然後他看他的 哈哈哈哈 你有眼神的交流嗎 有啦有啦 偶爾還是會有稍微看他一下 剛剛說四個女生一起出現 通常都是四個女生一起出現 嗯 會以前就是有比較放開啊 聽說自己遇到驗譽的時候還是很明顯 應該說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可能會比較 以人生安全為一個主題 只要遇到可能中途走在路上 有人突然叫住我 就是在講別的語言 那我可能會先停下來看他一下 然後再快速的以手道方式離開 就是 因為說真的我會不曉得說他有什麼事情嗎 這樣子 對 我覺得可能也跟出道當藝人之後 會有一些些的那個安全警示的布條 就是繞在身上這樣子 所以沒有想說 反而是因為那個在外 還可以享受驗譽的一種感覺 我覺得如果再給我長一點時間的話 也許可以 但是短短的這種三天兩夜行程 我覺得我還是好好把握購物的行程好了 呵呵呵 大家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